陈坤否认与妮妮恋情,并称二人只是成了邻居的兄妹。 11月21日,近日有媒体拍到妮妮深夜坐车直奔陈坤家中,疑似两人的恋情曝光,据爆料。 当晚其实一开始妮妮是与舒奇聚餐的,吃饱喝足后,妮妮就先送舒奇上车,而自己就与助理才离开。 舒奇离开后,妮妮便与助理上车离开,车子是一路急迟到陈坤家门口才停下。 而且妮妮是直接下车进入陈坤家中,据悉,当晚妮妮坐的那辆商务车,还是陈坤的。 这个消息爆出后,引起很多网友的热议。 当大家都在等两人出来官宣时,在今天早上10点30分左右时,陈坤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了和妮妮的恋情,回应称二人只是最近成了邻居的兄妹。 其实一直以来,妮妮与陈坤的关系都非常好,他们两人除了在影视上有合作之外, 之前两人还一起徒步,所以才引起大家的猜想,现在澄清了,吃瓜的群众确实应该散了。